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设速度非常的快 在2022年就会全线通车 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尼的天然阻隔 喜马拉雅山 也有人曾提出想要绕过喜马拉雅山修建铁路 但是这样耗费的资源太高 而且也不容易实施 因而便提出了像青藏高原那样打通隧道建铁路 对于这座世界最高的山峰 想打通它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好在我们的工程师早有准备 南亚的断购机是非常有用的穿山力气 直径12米以上 穿山建碎都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实施着 而其他的一些建造工具也在慢慢的准备齐全 为我们的中尼跨境铁路做着贡献 看到这里是不是对祖国的强大所震撼吗 想不想在铁路通车的第一时间 去买票享受一下 这个穿越世界最高峰的铁路呢 话说这条铁路的修建 可是震惊了很多国外媒的眼球呀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 视频还是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